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力行检查 一个是王某镇还有一个就是谢某镇 还有两名女的人员在里面 第一个是我们进去比较慌张 第二个就是人员状态一直不是很清晰 一般吸的毒的状态就是那种甚至不是很清晰 整个人的状态比较迷茫 民警接到的报警信息是说这几个人有可能是在吸毒 四人的行为状态的确很像吸毒后的情景 派出所民警也立即对他们进行了尿检 可让民警感到有些意外的是 四人对冰毒 海洛因 K粉等传统毒品的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现场的黄姓男子告诉民警 他们只是在抽电子烟并没有吸毒 我们在房间做出了他有了一种电子烟 就觉得这是否是毒品坏着还其他什么东西 我们当时还有疑问 因为这四人都有较长时间的既往吸毒时 所以民警需要进一步了解情况 然而刚刚来到派出所 黄姓男子的身体就出现了新的情况 有一个干藕抽搐的一个行为状态 之后我们的初级民警就 第一时间对他们进行了谅解 为慎重起见 警方在这一次复检时 不仅检测了传统毒品成分 也检测了合成大麻素等第三代毒品成分 但尿检结果均为阴性 这一结果引起了应得禁毒大队民警们的注意 四人的行为和意识 明明是吸食毒品后的情形 但为何却检测不出来呢 如果正常没有吸食情况下 对传统毒品保持着高压打击的态势 代之而起的是一些人工化学合成的新型毒品 黄某症和谢某症等四人 会不会就是吸食了某种新型化合物呢 这只是说了普通电子液 两个女的是承认了自己是吸食的电子液 从那种环境下 她们也确实不知道自己添加了什么添加剂 当时她们自己是有说到一个对象的 因为她们是微信跟那个上家去联系的 根据黄某症的说法 自己是在外面吃宵夜时认识了一名男子 当时那名陌生男子看到自己在吸烟 就给他介绍了一款电子烟 并向其保证 这款电子烟的烟油里没有添加违禁品 只是加了微信 就不知道对方叫什么名 因为对方看到他抽烟 就给他介绍这种电子烟 抽的效果很好 让他自己去感受一下 之后他就去找这个对方哪 当询问到黄某症购买电子烟烟油的价格时 民警感觉双方交易的这款电子烟并不常见 如果是正常的电子烟 它的价格一般在199左右 他购买的这个电子烟的价格在500至1000 所以这个从价格上 也是存在一个不合理的信息 古人不仅这种电子烟不常见 连双方的交易方式也极为罕见 根据黄某症的说法 他和卖家之间并不见面 双方把钱和电子烟放在一个隐蔽处 然后再通知对方取走 他是现金交易的 微信约到在哪个地方 双方是不见面的 从种种的迹象表明 这不是一个普通的电子烟交易方式 从西时候的异常行为到过高的价格 载到如此隐蔽的交易方式 应得警方认为 这种交易的背后 极有可能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 所以我们就对这四个人进行了毛发采集 把这个毛发样品送到了我们广州的四把监定机构 通过专业机构鉴定 警方得知四人的毛发中都含有一种叫伊托米纸的有机化合物 伊托米纸是一种白色粉末状的麻醉药 过量使用会导致人恶心 呕吐甚至抽搐 这与黄默症等四人的异常行为十分类似 伊托米纸它本来是我们临床一种派手的麻醉剂 不法分子通过非法渠道进行滥用 它主要产生一些急性的一些症状 一旦稀释过量的话 表现为肌肉僵质 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行动 所以会产生对社会危害的犯罪行动 包括一些性犯罪 交通事故等等 那么对个人来讲伊托米纸 它的滥用也会产生对身体的严重危害 特别是对肾上腺 肝脏 心脏等等多器官的伤害 甚至吸尸过量会导致死亡 这种案例我们也有报道 禁毒大队的民警们以前听说过 有吸毒人员将伊托米纸作为毒品的替代物 通过这一次接触 他们全面了解了这种药物的危害性 开始大家都不知道这个东西叫什么 最早的时候 我们其实也很有疑问 这是到底是什么 只是我们听说我们有线索 是有一种新型的东西 作为毒品的替代品 是吧 所以我们一看到有电子验的情况下 所以我们进入证据也很忠实 直接就下去 对这个案件进行了详细的了解 然而对他如何管控 却成为了应得警方面临的难题 当时我们经过调查之后 发现现某症 王某症等四人 毛发检测含有一朵米兹成分 但是当时的法律依据并没有 列入毒品行列 我们也不能对 没有法律依据对他进行处罚 我们就对他 世人进行了教育处理 后期我们马上把这个线索 逐级散报了清远进入支队 还有审庭 根据警方掌握的情况 与传统毒品相似 这种含有一拖米纸的电子烟 同样具有较强的成瘾性 且正在稀犯人员中快速蔓延 具有社会危害性 于是应得警方会同多个部门 开始着手加强管控 群众有所乎 公安有所应 威劣寡 不等于不寡 不能说任由他发展到一定程度 由国家说了要寡 你才去做 那可能这个形势就非常严峻的 既然这20大报告都提早了 完善公共安全体系 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 向事前预防转变 慢就是提醒我们 打早打小 不要让它形成一种蔓延态势 由于黄某郑等人所购买的电子烟烟油中 添加了依托密纸成分 违反了电子烟管理办法中的相关规定 属于非法经营 英德市公安局决定 对这种含有依托密纸的电子烟进行立案侦查 根据电子烟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 从事电子烟等现行烟草制品的 生产批发和零售等经营活动 都必须要依法取得行政许可 同时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 销售除烟草口味外的调味电子烟 和可自行添加物化物的电子烟 从黄某症面对民警时的状态来看 专案组判断 他极有可能并没有说出购买电子烟的全部实情 并且接受教育处理的黄某症 还有可能继续交易 之后的一段时间 他频繁地活动在英德市区 我们就感觉到很疑惑 他为什么在抓获之后 就没有在那个东华镇那里活动了 一段时间都在那个市区里面活动 跟着我们就对他的活动轨迹 进行那个摸牌 民警发现黄某症在英德市区的活动十分规律 基本都是晚上九点之后才出门 而且出门后经常去一些人流较多的夜市活动 作为侦察员在外线侦察的时候 不能离得太远 他超出我们视线我们就观察不了 也不能跟闲言踢得太近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紧密 很紧张的一个工作 民警发现黄某症经常会刻意在夜市里绕圈子 还时不时停下来观察四周的行人 这给警方的追踪带来了不小的困难 其实他也不是去吃东西 可能他坐下观察一两分钟 他就会再去某一个他教育的地点 后来可能就在周边都好几圈 如果是你没有那个警觉性 你一路跟一路跟 他就会发觉你就是跟他的眼 随后办案民警确认 他经常会乘坐一辆黑色越野车 离开人多的区域 虽然这辆车每次出现的位置不固定 但车主和黄某症似乎都像事先约定好的一样 因为他们平时都是在夜晚 经常见面活动 但每个月都要建议四五车 见面后他们的车 都是开往一些比较偏僻的地方 一路调查 黑色越野车接到黄某症后 直接开往了英德市的郊区 驾驶黑色汽车的男子是谁 黄某症和他频繁见面 会不会就是购买含有一拖咪纸的电子烟呢 比较偏偏的地方平下来 闲聊片刻 之后就又把黄某症给送回了市区 之后又会频繁地流动在英德市区各地 与不同的人进行见面 这个是很可疑的一个点 如果一个正常人 明晚上是不会去驾驶自己的车 去见这么多相关的朋友 而且他不像是滴滴车机 出租车 明显他的车辆轨迹 也不是去拉客的 通过车辆行踪 以及对路面卡口信息的调查 英德警方发现黑色越野车的车主是一名湖姓男子 晚上驾车与黄某症见面的也是他 在我们侦查过程中 发现湖某接触了这个人群 有的户籍虽然在英德市东华镇 但他却长期在英德市区活动 车辆也经常停在一个住宅小区门前 顿点的侦查员发现 他是居住在圣王华院的第十栋楼 之后他会走到十栋的一单元 经过顿点 发现他平时在这个四楼有一个出入的记录 通过调取业主信息 确认了湖某的具体的落脚点 民警调查发现 湖某白天出门上班 一般不会与人交易 下班回家后 等到晚上八点左右 才会驾车出门 与不同的人见面 随着调查的深入 办案民警发现 湖某经常在晚上与几名朋友一起聚餐 其中两名男子还是办民警的老熟人 在大排档发现他与两名男子在交堂 在远远地逛过去 我发现那两名男子是以前被我抓过的老熟人 都是有习俗前科的 一个是蔡姆涛 一个是莫姆姐 这两个人之前都是西式K粉被我们抓过 湖某以往与西贩毒人员来往 都是在车上进行交易 而与蔡某涛 莫某杰两人的见面 则完全不同 三人经常见面 但从未交易过电子烟 似乎只是熟人之间的聚会 湖某是我们一个重点怀疑的对象 之后他与蔡某涛 湖某杰两个西都前科人员又混在了一起 我们极度怀疑这是一个西方的网络 追踪一段时间后 民警发现 胡某 蔡某涛 莫某杰三人之间不仅资金往来频繁 莫某杰还经常前往外省活动 并且每次从外省返回英德 三个人都要见面 近几年我们对传统毒品的打击还是力度比较大的 像冰毒 K粉 这些在市场流通上已经越来越少 已经没有他们的构效空间 所以我们怀疑他们现在又开始以 发卖一坨米遗址 新精神活性物质 来作为一个新兴的产业 分销给其他的涉毒人员 办案民警还发现 蔡某涛经常通过网络社交软件 发布售卖物化和茶叶的信息 但上传的总是一名女子吸食电子烟的食品 所谓的物化和茶叶又是什么呢 在与这个蔡某涛交谈过程中 他说这个物化它是500至700 基本能对应上胡某在销售贩卖电子烟那个 成本价格 所以我们初步断定 蔡某涛也极有可能是一个 贩卖一坨米子电子烟的新人 显然 所谓物化 茶叶代指的就是 他们要交易的电子烟 通过对胡某 蔡某涛 莫某接三人关系网的深入调查 应得警方成功锁定的一个 由三十人组成 贩卖含有依托密纸电子烟的销售网络 涉案的吸食者约有四十人 确定了这个组织架构之后 我们第一时间就向清远进度支队 以及省进度局汇报了这个相关的具体情况 他们停后是非常支持我们往这方面的进行打击 我们就沟通了市场监督 烟厂部门 合力地对这个吸贩团阑进行操作打击 2023年5月 广东省清远市公安局联合多个部门 共同开展收网行动 通过多轮抓捕 胡某 蔡某涛 莫某杰 黄某郑等三十名非法经营 含有伊托米纸电子烟的犯罪嫌疑人 悉数落网 通过处置收网 我们共抓捕了其实吸贩伊托米纸的人员 缴获伊托米纸 79.2克 含有伊托米纸烟弹 148克 据胡某等人供述 每次都是由莫某杰去外省拿货 之后再交由洪某和蔡某涛等人逐己分销 做了大量的工作之后呢 我们拓展了本地英德市区及周边地方 还涉及我们东莞 韶关等地方的 六个贩卖我一头迷子的一个团伙 通过阔线打击 广东警方汇总分析了各地线索 很快成功捯毁了一个非法制造伊托米纸的窝点 抓获犯罪嫌疑人三名 我们也是延伸上场打击这个源头 把一些相关的厂家打击 移叫相关的部门依法依规处理 为了防止含有伊托米纸的电子烟继续扩散蔓延 英德市公安局 联合英德市烟草专卖局 市场监督管理局等多个部门 展开了一场打击和防控非法经营伊托米纸电子烟的专项行动 相对传统乳饼它隐蔽性是比较强的 最早我发现伊托米纸它是家宅在烟室 就我们平常普通抽的烟 但后期发展到那个以电子烟为宅体 它吸食就更加隐蔽了 也更加方便 好像我们平常带着电子烟挂绳就挂着 含着嘴里面就一直可以一直吸 所以我们当时开展了我们清远的一个清风奥号装向打击 利用现有的法律和一个处罚处施 尽量将这两人管起来 控起来 本案是广东省清远市第一起 针对伊托米纸犯罪展开打击的案件 通过抓获的70名稀犯人员 清远警方发现 与其他类似毒品替代物相比 伊托米纸不仅危害性更大 还具有隐蔽性更强的特点 广东省公安厅进度局认为 伊托米纸应该尽快受到更为严格的管控 广东警方对新精神活性物质的管控打击 一直保持着高压态势 特别是伊托米纸 我们通过主动监测发现这种物质以后 通过研究认为它可能被滥用 广东省成立了专门的有技术 情报 侦查等组织的团队 开展溯源调查 成因省商 社会危害等调查研究 形成专门的报告 也发表了相应的学术论文 为它的列管打击提供了科学支撑 2023年9月11日 根据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公安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决定 将伊托米纸列入第二类精神药品目录 自2023年10月1日起实行 列管后 个人违法吸食伊托米纸 可以认定为吸毒 除以行政拘留 罚款 甚至强制戒毒 弥满刑事责任年龄的人 走私 贩卖 运输 制造伊托米纸 或者帮助毒品犯罪分子实施上述行为 无论数量多少 都应当按照刑法第347条的规定予以处罚 如何防止类似伊托米纸的这种新精神活性物质在社会上传播 成为了公安基督部门要重点解决的事情 针对伊托米纸这种被列管后 用有新的精神活性物质来替代这种或者作为新型毒品 我们要吸取经验阻裁它前面 要敢于斗争 比如我们工检法来研究 以非法经营或者其他妨碍药品管理罪的方面来解决这个问题 下一步 我们将在上级的领导下 通过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这种新型的检物运行模式 次序开展高压打击 为新精神活性物质的治理提供全链条 全要素 全过程的技术支撑 实现预警预测超前化 检验鉴定精准化 管制打击高效化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